小青蛙的心事 小蝌蚪变成了小青蛙,穿上一身绿衣服,觉得自己很美丽。 小青蛙坐在河边问小鸟, 小鸟,小鸟,你说我好看不好看? 小鸟说,你的衣服很漂亮,可是你怎么没有脖子呀? 没有脖子多不好看! 小鸟飞走了,小青蛙越想越不高兴,就哭起来。 糟了,我没有脖子,我没有脖子! 长颈鹿慢慢地走过来了,说, 是啊,没有脖子怎么行? 要是我没有脖子,就吃不到树叶和果子, 那就要整天饿肚子了。 鸭子摇摇摆摆地走过来了,说, 是啊,要是没有脖子,我怎么能把头伸到水里面去捉小鱼呢? 一群小鱼游过来了,说,没有脖子有什么不好? 没有脖子,我们才游得快呢! 一群虾也游过来了,说,没有脖子才好呢,你看,我们都没有脖子! 小青蛙不哭了,它在想,到底谁说得对呢? 到底是有脖子好,还是没有脖子好呢?